我们现在请启动这个ChapGPT 把它启动起来 哇 怎么看 怎么是英文的 好紧张哦 不用紧张 可以输入中文 OK 可以输入中文 那我可以输入什么呢 我跟各位讲 ChapGPT出来之后 真的Google搜寻引擎 Google搜寻的这种东西 就已经被打趴了 因为我们在Google 常常我们会搜寻什么字眼 然后它跑出来一大堆的网站 让你自己去选对不对 可是ChapGPT的做法是 你可以问它问题 它可以给你一些回答 而不是给你挑的 它给你很多的回答 但是我要先讲一下 它训练的资料 仅限于到2021年 所以如果你问它说 请问2022年的足球世界杯冠军是谁 它不知道 OK 所以你只能可能问2021年 它以前它知道的事 那会不会很受限 不一定 来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想去日本自住行 请帮我 我想去日本东京自住行 然后我希望有一天 要去看富士山 请帮我规划五天的行程 来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它这里有麦克风 可以直接讲话 或者没关系 不用你这个点一下之后 键盘起来 你只要切成中文之后 那有麦克风 也可以讲话 但是对不起 因为我的手机现在有在投影 有在录影 我无法用手机的麦克风 我只要用手打的 我先转成正的比较好打 来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键盘 我就开始打说 我要去东京自住行 然后其中一天 要看到要看富士山 好 然后请帮我 那个规划五天行程 好 你看 我把它放横着 让各位看文字 我要去东京自住行 其中一天要看富士山 请帮我规划五天行程 好 我就这样写了 然后把它送出去 好 你看到没有 当然 以下是个基本五天的东京自住 然后第一天抵达东京 然后并入住饭店 在附近散步 做探决 然后第二天探行东京 早上前往浅草寺 体验古老的日本寺庙文化 还有到涉谷 然后再往下 第三天前往富士山 搭乘高速巴士 然后第四天 文化历史之旅 然后前往东京皇居 然后平常这吧 它已经写出来了 如果你觉得规划 等一下还是太大略了 那我可以请它再继续 它会记住你前面讲的东西 你可以再继续 比如说请你再详细的 把一些细节 包括交通方式 写出来 你看哦 我再继续打 我放纸的来打 请再详述 详述 那个景点 与行程 并把交通方式 说明清楚 并把交通方式 说明清楚 好 来给各位看一下 现在我在底下 请再详述景点行程 并把交通方式 说明清楚 然后 我顺便把 叫他把时间帮我写好 并清楚点名时间 清楚 点名时间 好 恒的给各位确认一下 你看哦 我现在写说 请再详述景点 与行程 并把交通方式 说明清楚 并清楚点名时间 好 我就按送出 好 开始了 你看 第一天抵达东京 好 它说 抵达东京 并搭乘机场快线 或者是利用计程车 前往饭店 入住饭店后 可以附近的街道 然后晚上可以到酒吧 体验东西夜生活 然后呢 前往前草市 搭乘地铁或JR JR前往 参观寺庙和雷门 或者等等 当然它 那个什么 比如说 像这个 它说地铁跟JR 那我可以想 我在东京 我可以说 我在东京站 请问我要搭哪一线的地铁 你都可以问哦 你可以这样子 请问第二天 我第一天晚上是住东京 车站附近 然后 那个 我第二天早上前往前草的话 我可以搭哪几线的地铁 或JR 请它列出来 它就 啪啪啪啪又列出来 是不是很像你的秘书 有没有 你这很多事情 还有别忘记了 以后很多 技术或电脑 手机的使用 你都不用回家问小孩了 了解吗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问 它会给你答案 但是你千万不要问 请问 iPhone 15 那个什么 哪个操作 要怎么操作 对不起 2021年还没有iPhone 15 了解吧 OK 但是 有很多的电脑资讯 或者是 哪些东西 不会直接问 可以吗 好不好 所以 这个 先让各位玩玩看 好不好 来 先让各位玩一下